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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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下面这事儿让长春市绿园区安居小区的居民很烦心 最近有网友反映说 在小区内有人乱到污水污染了生活的环境 具体情况咱们到小区里面去看一看 这是网友所发布的图片 称在安居小区2-11栋附近有人乱排污水 根据该网友所反映的情况 记者也来到现场查看 在安居小区2-11栋南侧的绿化带里 记者找到了这片由污水冻成的冰层 冰层占地约15平方米 内部夹杂着菜叶饭粒等厨余垃圾 现场令人作呕 你说这多大的影响啊 你们要走走看是谁倒着这个 那到夏天的时候肯定是又有味又挺脏的 最好是处理一下吧 这特别确实没画呢 夏天一画找一下场 观察冰层的周边 地利生鲜春城大街店的后门聚齐最近 那么污水会不会是这家商户倒的呢 记者联系到了该店的店长 污水这一块我们店面肯定会核实 核实完之后就是我们店面倒的 我们一定会处理 一定让居民给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天下午店长就组织人员对此处污水冰层进行了清理 目前已经清理完毕 已经调查了调查了就是说这事实是一个那个商户倒的水 之后那个咱们店面就是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这个以后这个我们也会观察这个这个事情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两条的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视频当中一名身穿帽似外卖骑手的男子倒在地上 而在他的身旁的一名女子一直半蹲着 一边查看男子的身体情况 一边和120医护人员进行着电话沟通 直到救护车赶到 视频中的女子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耳鼻喉科的医生余阳 事情发生在2月25号下午2点左右 当时她刚从医院下夜班往下走 走到大臀街西胡同与吉安路交汇处附近 突然听到身边一声巨响 刚过了一个十足路口 然后回头一看外卖员和这个黑色的车创在一起了 然后当时这个外卖员飞出来落到我的脚边了 见此情形 余阳迅速奔向伤者检查身体初步情况 当时这个伤者就是意识丧失了 然后我就在耳边呼唤他 我说老弟你醒醒 他当时就没有意识了 然后把这个医扣给他解开了 然后那个就用触摸他的颈动脉 颈动脉还有活动 后来他就慢慢恢复意识 我把他口罩摘下来 看他那个呼吸还是很顺畅的 通过初步调查 伤者意识逐渐恢复 这时有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余阳接过来与急救中心沟通上者情况 并一直守护在伤者身边 直到120救护车到达现场 护送伤者前往医院后才离开 其实也没做什么 主要是每个医生都会 就是第一时间的跑到这个 就是伤者的身边的 这是一个医生的本能吧 伤者的朋友也在伤者病情稳定后 第一时间给余阳发来了消息 事故那小孩处理完了 刚刚处理完 怕得对方全力做了 小孩也没啥事 马上要到春耕时节了 很多农户这个时候开始忙 或者要收拾家里那个田地了 包括要打包装运农田结杆 这个结杆虽小 但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如果不捆扎牢固 或者不按照规定去装载的话 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生活中不少驾驶员都曾遇到过 满载结杆的车辆 由于超载或扎捆不牢固等不规范操作 从而影响后车驾驶视线的事件发生 急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 近日 农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安中队民警 在辖区302国道巡逻时发现 道路一侧车道被三大捆掉落的结杆占据 过往车辆只能躲避绕行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民警立即下车将三大捆结杆 推到路边护栏外安全为止 同样在302国道 农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和龙中队民警夜间巡逻时 也遇到了公路上掉落大量草包的情况 为了防止交通事故发生 民警当即停车 用喊话器喊话警示后方来车 注意减速变道 并连汽产车立即前来清理 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希望提醒各位拉结杆的大货车司机 一定要捆绑好自己的货物 确认安全情况下才可以通行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 车上掉下任何货物 都有可能是公路上一颗隐形炸弹 如果发现有货物掉落 一定要及时进行清理或报警 请求民警帮助 绝不能擅自逃离现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如果因掉落货物造成其他车辆事故的 驾驶员将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近日 市场区交警在开运街附近 进行酒驾查处时 一辆黑色机动车 在通过民警排查卡的点时 当民警示意骑停车接受检查 但该车驾驶员 却一改先前缓慢行驶的状态 突然加速 企图冲卡逃避检查 将驾驶员控制后 民警当场将其传货至警车内 进行下一步调查 可这还没等吹呢 刚刚逃跑时候的胆量 就一点都不剩了 含一口气也吹五到七秒钟 能听懂吗 吹一口气就不闹了 什么要吹人家不行的 你现在工作就是配合我们 能不能听懂 你喝酒开车行啥了 这就是机会 听我的就完了 你要这么扔的话 我一定抽血知道 那就更没机会了 给大家收拾 凭我收拾大 说话能听没外德了 这好言相劝之下 驾驶人才配合民警 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数据显示 为每百毫升血液当中 含酒精45毫克 以达到饮酒驾驶高准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民警信场对驾驶人证件 进行赞扣 并对其酒驾行为 进行了相应处罚 酒驾违法 罪驾犯罪 也希望这位驾驶员的案例 能给广大观众再次提个醒 咱喝酒了 千万就别开车了 像刚才这位 由于涉嫌饮酒驾车 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他也将面临驾驶证 一次性计满12分 并且暂扣6个月 以及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很多人平时特别喜欢 到浴池里面去洗澡 洗累了还能够在休息大厅里面 好好的睡上一觉 那种感觉就是俩字得劲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 熟睡的时候 很可能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尤其是您手中的手机 最近长城市公安局 近开分局就破获了一起 深夜浴池盗窃案 在长春市某习狱中心的监控画面中 一男子左孤右盼 正在寻找着猎物 四季下手 他就是近日 长春市公安局 近开分局破获的 两起浴室盗窃手机案的 犯罪嫌疑人 习狱中心都有那个序域大厅 他在序域大厅中 他就看谁睡得非常熟 手机就放在枕头边 他就偷偷地过去 假装在这个被害人旁边睡 然后将徐中心的毛巾 盖在这个被害人的手机上 然后趁被害人不注意 特别困的时候 偷偷将手机拿走 警方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 犯罪嫌疑人 一般都选择后半夜作案 并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在进入现场和离开现场的时候 他们将依附进行了更改 进行了变换 来逃避我们的侦查 通过进一步侦查 警方确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行动轨迹 并成功将其抓获 截止到目前 我们抓获了犯罪嫌疑人5名 然后追回了被盗手机8部 试案金额大约8万余元左右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接着往下看新闻 近日 华电市的一名男子 开着亲近的车出了一趟门 然而在返回的途中 却被长春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的执法人员 给拦截了下来 那么被拦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近日 长春市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公安 在长春市东环城路上巡查时 发现一辆车牌号为 急避二九开头的别克轿车 心迹可疑 随即将其拦截 并对驾驶员进行询问 你在台车有没有道路有出车 没有 我们来办事 扫两个人回 谁跟你联系的 是花点有出车 出车我哥们开出车的 车上几个人 三个 三个 那你下这干啥呢 上这来他告诉我过来几个人 这个第四个 经过询问得知 该车从火车站拉载两人 白津首府小区拉载一人 而后来到北环城路上 等待接第四位乘客 本想从长春回化店挣点钱 不料当场被查 你平时的办法 我干电话 干电话 确是你的不 确不是我的 借的 借车办事还顺路捞油钱 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亲戚 遵纪手法才是正道理 这非法营运车司机还有点问题 往我那上 往调查调查 你们就自己拿自己 上那车吧 你可以找正规车 我们来换个话题 诈骗的金额高达22万元 那么骗子到底是如何行骗的呢 1月11号21时10分 吉林铁路公安处接报 被害人安某在值班期间 被魅力APP交友软件的客服人员 以充值做任务 可以同乘异性交友并取信为由 诈骗人民币223532元 接报后 吉林铁路公安处立即组织侦察员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 经对被害人安某进行询问 侦察员逐步理清 整个诈骗的作案过程 和关键性线索 魅力的吗一个 对软件 软件是个窗口 实际上不是我故意点的 就是你在发了那个 我故意点的时候碰住了 碰住了 然后就进去就下载了 对 然后就自动就下载了 就像有那个客服的 就联系你 按照他那个一步一步指示 就选那个 实际上选哪个 多少份 然后那边就 就份就正 就正了份了 正了份 他说你发一个那个 微信二维码 书版那个码 这个能给你提现 经对被害人手机短信 开展调查 侦察员确认 向被害人发送短信号码的 机主刘某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刘某 现在是位置在 吉林省四平市第一出现 目前咱们的首要工作 就是将刘某找个案 1月25号 侦察员在犯罪嫌人刘某家中 将其抓获 你就提有点数 怎么回事让说是吧 谁让你发的 给谁有理 给你多钱呢 一个七毛 你发的老个人 一二十毛 能指出吗 一百多个人 你干这事 你知不知道是犯法的 最后 侦察员将其带到办案区 做进一步调查 经刘某公诉 自2022年1月12号 至1月22号 在三名QQ网友 远程指导下 在明知是诈骗短信的情况下 供帮助七家 涉嫌电信诈骗APP 发送诈骗短信230条 然后收取报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87条第二款制规定 刘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目前干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说完了电信诈骗 咱们再来聊一聊 这网络杀熟 大家不难发现 当你点赞过一类视频 或者是浏览过一类商品之后 相似的内容 就会此起彼伏地 出现在您的首页了 而一些平台 会呈现给新老用户 不同的价格 无论您是新用户 还是老顾客 都可能会逐步地落入 算法编制的陷阱当中 不可否认 算法推荐技术 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 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正在长春读大学的张同学 遇到件令他尴尬的事 曾经因为想送女朋友礼物 而在购物平台上搜索过内衣 但是却被大数据给记住了 之后他一直在给我推内衣 我就挺难过的 朋友看见了 就觉得这人好像不太正经 其实没有 好久 然后他才把推送过删除掉 互联网数字平台上 用户的一举一动都被捕捉 看似投其所好的算法推荐技术 与窥探隐私之间界限模糊 难免给人带来麻烦 应用来讲可能比较方便 但是某一方面确实不太好 对消费者的这个诱导的感觉 确实应该规范一些 张同学被算法念念不忘的经历 不是个例 记者在长春街头随机采访了解到 很多人已经逐渐习惯于 数字平台的推送服务 我可能在这个直播买了一样 就是平时就是 比如说磨砂膏之类的 然后他之后就会 反复推给我磨砂膏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可以给我推荐更多的样式 我可以自己选择吗 比如说你喜欢受一个什么洗衣液 他可能这段时间 就一直给你推这个洗衣液过来 可能我买完这个牌子 我又买那个牌子 就是这种 我认为吧 就是也需要一些相关的部门 对这个事情的 就有一些监管的力度啊 毕竟也是侵犯大家的一些隐私 看到这儿一定有很多的人要问了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规范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 维护国家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 健康发展呢 最近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规定 来堵住算法的漏洞 所谓的算法推荐技术 即通过抓取用户日常的使用数据 分析得出人们的行为 习惯和喜好 进而精准提供信息 娱乐 消费等各类服务 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引发了大数据杀熟 流量造假 诱导沉迷等现象 由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 与互联网公司联合发布的 中国大安全感知报告2021显示 有七成受访者担心 个人喜好和兴趣等隐私问题 被算法算计 五成受访者担心在算法束缚下 想要逃离网络 远离手机 这些服务的推送 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给我们定制的 那么定制就容易产生滥用 那么这种滥用呢 轻则呢 损害我们个人的权益 那么严重的呢 危害国家安全 因此呢 算法推荐 必须呢 要进行规范 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于3月1号正式实施 各类提供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公司 几乎都在监管范围内 如各类短视频平台 电商 社交 餐饮平台 规定要求告知用户 其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情况 并公示服务的基本原理 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等 保障算法选择权 应当向用户提供 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或者便捷的关闭算法 推荐服务的选项 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道向 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传播违法信息 不得利用算法实施影响网络舆论 规避监督管理以及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同时明确了违反规定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 会被处以警告通报批评罚款等 必要时还将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和追究刑事责任 强调主体责任非常重要 因为平台是算法推荐的使用者 因此只有把他们的责任压实 那么他们才有自觉性去落实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回来 咱们接着往下看新闻 近日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 省人设厅等有关部门 研究起草了吉林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行动方案 和吉林省进一步促进服务业恢复发展的行动方案 经省政府同意已经印发并且实施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针对两个方案进行的解读 在会上记者了解到多个重磅政策即将公布 会上记者了解到 关于吉林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行动方案文件 在财政税费 金融信贷 保供稳价等 八个方面提出100条措施 其中涉及财政政策17条内容 包括实施财政补贴政策 助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等四个方面 除了争取国家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补贴政策支持外 今年的省财政又筹措安排了4.72亿元 用于落实新能源购车和充电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 以及支持奇异村城 启动吉林工程的开展 为我省全面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提供资金支持 关于吉林省进一步促进服务业恢复发展的行动方案文件 共分为全面落实服务业普惠性扶持措施等8部分60条政策措施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 2022年我省将继续执行 失业保险总费率1%的缴费比例 这项政策延续至2023年4月30日 阶段性降低工商保险费率政策 再延续实施一年 政策执行到2023年4月30日 全省费率下调50% 近日长春市人设局正式启动了 想就业找人设缺人才找人设服务直动车专项工程 那么在工程当中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3月1号上午 记者在长春市人设局了解到 专项工程启动后 长春市人设部门一方面为企业提供精准对接招聘需求的服务 另一方面也计划开展多场多类型的线下线上招聘活动 此次专项工程中 长春市市人设系统每一名载边载港工作人员 均为服务专员 精准联系服务二至三家规模以上重点企业 当工作中遇到疑难复杂问题 及时反馈及时沟通 启动快速协调机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老师指导之后我们可能对于招工招聘这块方向更明确了 然后呢对于员工这个合理的规划 薪资制度啊 包括是这个员工其他的管理上 就是会做的得心应手一些 下一步 长春市还将针对企业的用工需求 建立企业缺工清单 并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招聘活动 在线上方面呢 我们依托长春就业创业网 长春人才网 长春就业创业移动APP 微信公众号 服务大厅终端网络 短信 抖音 二网五平台 加强了对企业岗位信息的规及 和发布 发挥线上平台的短评快的作用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定期在长春人才市场举办 服务企业用工招聘活动 从昨天开始又到了 新的一年的退税期了 一直到6月30号 大家都可以办理 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 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赶紧来看一看 您到底是退还是补 首先科普一下什么叫年度汇算 它指的是年度中了后 纳税人汇总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稿酬 特取权使用费等 四项综合所得的全年收入额 减去全年的费用和扣除 得出应纳税所得额 并按照综合所得年度税率表 计算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再减去年度内已预缴的税款 向税务机关办理年度纳税申报 并结清应退或应补款的过程 那如何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进行预约办税呢 第一步 进入手机APP预约功能页面 可通过首页2021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专题区域点击去 预约进入预约功能页面 第二步 选择预约日期并提交 进入预约功能界面后 纳税人需仔细阅读提示内容 点击开始预约 进入选择预约日期界面 选中标记为可选的日期后 点击底部提交预约申请按钮提交 第三步 提交成功 提交成功后系统显示 你已成功预约页面 纳税人即可在预约日期当天 办理2021年度汇算申报 此外 还可以在手机个人所得税APP首页 年度汇算专题栏查看预约情况 不大的场地上千册图书 专为一群特殊的孩子而准备 今天上午一间专门为自闭症儿童 搭建的公益书屋 在长春市正式成立了 为了给患有自闭症的特殊儿童 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今天上午由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联合一气大众外籍团队 共同为新兴的孩子打造的爱想书屋 正式成立了 团队每一年10月份都会举办 这个圣诞义卖市场 在圣诞义卖市场所获取的所有收益 我们都会百分之百 通过慈善项目的形式 捐赠给长春及周边地区 需要帮助的人群 我们此次的爱心书屋项目 我们一共是通过 使用一万五千元人民币 购买了八百本书记及三个书架 希望这些书记资源 能够给我们自闭症儿童提供一个了解世界的渠道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 找到发光发亮的机会或场合 一本书就是一份爱一个梦想 在书屋 孩子们仔细挑选着自己喜爱的书籍 老师也在一旁拿着绘本为他们交受知识 通过这个捐赠的书屋可以帮助和干预到更多的不读症的儿童 通过阅读这些绘本就可以提升他们的语言的表达能力和认知理解能力 自闭症儿童康复面临诸多困难 读书是他们了解世界的一扇窗 爱想书屋的图书将会定期更新 如果你也想帮助星星的孩子实现阅读梦想 可以加入到心动计划爱心行动 欢迎回来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报道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故事会